第13届原住民族语言戏剧竞赛花莲出赛 今年参赛队伍创下全国第一 超过215人参加 包括家庭组有4队 学生组2队 社会组6队 还有今年新增加幼儿园组有1队 最后有7个队伍 代表花莲要在11月11号北上进行全国决赛 争取最高荣耀 接下来学生表示 宣服长期推动主义附赠工作 连接主义保姆 课后福祉 部落大学文化健康站 以至语推人员等等计划 共同将原住民族语言扎根成果 呈现在主义戏剧竞赛平台 展现部落老幼共学的精神 以家庭对话 部落生活以及主义文化情境式的戏剧脚本设计出发 延续部落语言以及加深传统文化的认识 未来宣服会从多种语调采集成果 透过故事反映成戏剧演出的素材 将文化传承保存代代相传 所有的语言政策 我们都希望从部落做起 同家庭做起 那么政府只是一个辅助的角色 因为要因应刚刚讲的多方言多语系的方式 没有办法由政府或者国家用统一的方式来进行语言教育 语言发展 如果每个语系每个语言别甚至每一个部落 它都有自己特殊的附赠语言的方式 那么我们语言将来一定是指日可待的 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部落 我们还有文件站的长辈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足语系继竞赛 我们还有我们很多的女推老师都在各乡政事公所努力的来推动足语 今天的足语系继竞赛是这几年来参赛队伍最多的人数 我们也希望借由今天我们215位的好朋友 我们的足人变成我们所有足语的火苗 我们慢慢的开支赛业 我们也希望每一年有更多的足人来参加我们的足语系继竞赛 经过激烈的赛程以及评审们热烈讨论之后 赛程结果出入各评审委员颁奖 竞赛优胜结果 学会组优胜为萨古尔最煞 教练组优胜大鲁大鲁队 学生组优胜幻工队 幼儿园组优胜太阳队 最佳剧本是萨古尔最煞之谐东之亚推运而出 最佳男女主角分别是社会组李秋月及陈里花 教练组叶鱼宴以及李云秋 学生组宋婉瑜以及张静怡 幼儿园组则有文龙以及物理法拉列获持奖项 记得喜欢画手道